65位岩城国小毕业生与长辈们一起种下幸福树苗 上头的卡片写满祝福 紧接着健康小铁人挑战开跑 得通过全长6公里脚踏车绝江巡礼 800公尺斗阵传承路跑 以及勇往直前游泳50公尺的考验 我觉得小铁人活动很有趣 因为有各项的活动 岩城国小今年以健康感恩关怀 为第99届毕业班小铁人活动的主题 并结合教育素养 慰爱公益 医疗关怀三项主轴 学生和家长以自行车在社区走读的方式 宣导 教育爱 感恩公益 社区关怀行动的精神 许多在地名代也一起同行 希望说从小运动就开始 未来可以成为一个强健体魄 然后可以成为一个阳光人生的小朋友 所以祝福岩城国小小朋友 小铁人三项毕业活动成功 已经举办了第11年 那主要是让小朋友 透过骑单车 还有跑步 以及游泳这三项的运动 来培养他们健康的身心 那也祝福他们能够 身心健康的迈向国中的新阶段 校长说小铁人活动 让学生毕业前不单是以运动挑战自己 也为爱做公益留下美好的回忆 更期盼学生在多元学习后 未来有更完整更健全的发展 新坦特电视李娟荣台湾高雄采访报道 新坦特电视李娟荣台湾高雄采访报道